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香港纯色疗法医学会会长杜嘉良教授 继续和我们谈谈香港小朋友面对的压力问题 和纯色疗法的处理 上一集我们谈到尖子面对了很多的压力 今集我们会继续讲下 小朋友不懂得面對失敗 成績一般不太好的小朋友 都會有很大壓力 杜教授說 在臨床上有沒有這些情況 有的 其實我們遇過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在應付壓力和挫折上 他們不太行 譬如我們有些臨床上的例子 有個小朋友 他自己平時的成績都不算差 他媽媽就為求他 希望他能夠進步 經常會和他設定目標 小朋友做得更好 他媽媽再設定目標 小朋友又很努力地做得更好 如此類推 幾次之後 小朋友在一次設定目標 就達到不達標 在不達標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很有挫敗感 但他媽媽沒有理他 他媽媽認為他應該繼續努力 結果他媽媽就越設定越高 但小朋友就越來越差 結果上與下 大家不是同步 就變得各走極端 後來就搞到情緒很差 媽媽就覺得 都需要去找些方法去解決 就來找我們 也遇到一些個案 就是什麼呢 比如小朋友 他彈鋼琴本 就彈得不錯 也很有興趣 有一次 那個鋼琴老師 有個家長提議 不如讓他參加一下公開比賽 能夠增加他的信心 誰知在那次公開比賽 他就發現 有些協償彈得不好 原本打算增加信心 結果就打謝了他的信心 結果小朋友 自此之後 他就極度不肯彈鋼琴 就算帶到他的門口 他也不肯彈 結果唯有鋼琴不彈 轉了拉小提琴 那在純細療法 除了用Mulminus 去處理他們的考試 預期招累之外 那有沒有其他 可以令他們 好好地面對失敗 挫折的呢 是有的 在古典花療裡面 Jensen 即龍膽這隻花療 也能夠有這個 很好的作用 其實你聽到龍膽這個字詞 你都已經知道 其實它是帶著苦味 也是顯示到的 它是艱苦的本質 那基本來說 Jensen 其實要用Jensen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 很容易放棄的人 很容易氣餒的人 而這棵花也很有趣 如果它是一些 即是很容易受到 不完善 天氣影響 例如溫度 陽光 稍入不如理想 它就可以在三分鐘裡面 就完全閉合 就不再盛開了 就代表著 需要用Jensen這隻療劑的人 是很容易氣餒的 但是在同一棵花裡面 除了氣餒之外 它也有著另一極 就是堅持的方向感的另一極 它有很明顯的方向感 你看到它的勁很硬 是很四方 一直向上 而花枝與花枝之間 它們互相的角度很窄 全部向著同一個角度生長 方向是很單一的 代表著它們 是有很堅持的理念 如果用了這種花療 就能夠令到很容易放棄的人 都能夠有著堅持的能力 這是Jensen所能保持的作用 大自然的安排 真的好像為我們每個人當身訂造 是的 其實所有的純細療法醫生 在正統訓練中 我們都一定要學懂 聆聽動物 植物 礦物 它們的話語 以及要看得懂和看得穿 它們不同的行為模式 亦都要去了解到 人性與非人性之間的平衡 以及它們不同的地方 其實基本來說 在我們人生上 是經常奏著兩首歌的 一首就是《人性的歌》 人性的歌是由我們的背景 歷史 文化 教育 以及我們的經歷所構成的 在這首歌奏著的同時 都輕輕奏著另一首歌 那首歌叫《非人性的歌》 你不要少看這首 輕輕奏著的非人性的歌 它是能夠主宰著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的地方 例如會造成我們 對事物不同的看法 對我們工作上的不同的做法 對我們疾病的不同的患法 對我們人生不同的走法 以及對疾病不同的死法 也有 基本來說 我們在《信世力法》 過去的200年以來 我們治療的焦點 都很集中 將那首《非人性的歌》 即我們叫《delusion》 即是妄念這一部分 是如何治療之後 帶來我們的人生 帶來我們的心靈 令我們重獲更好的健康 基本在未來的2015年1月10日 星期六 我們香港《信世力法》醫學會 就會在香港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 會舉辦一個大型的展覽和講座 題目就是《信世力法》的科學與藝術 就是講疾病是一種網念 即是《delusion》 街時我們會用很多資料 去向所有的觀眾講解 精神疾病的問題 以及情緒疾病的問題 如何與我們的《delusion》 即網念緊緊扣在一起 他們的影響是非常深的 也會講很多資料 是教我們如何真真正正地跟治這個問題 多謝道教授 一連三集的《應而三部》 暫會一段落 我們1月10日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道教授